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际人权委员会的成员 那么针对两件事情 那么这跟台湾有关联的 这是一个关怀 还是一个干预内政的状况 一个是针对 台湾的这个死刑 那么国际人权学会的 这种成员来含要求 那么这个枪下留人 至少在2月之前 那么这样的这个情形 那么是干预内政 还是说这国际人权 学会的成员的一个 出自人权的关怀 另外如果陈水扁先生 无论是他的审判 或者是目前服刑的状况 那么国际人权协会 也有成员要关怀 要纳入对台湾人权评估的 一个环节里面 那么这是不是台湾能够接受的 我们这稍微欢迎 所有的观众朋友 同时根据 这个一传媒的这个报道说法 法务部长见到了 涉滩的那么南投县县长 这如果属实 所以你看真的厉害 不是王清风拒绝执行死刑 都换了人了 那现在换了曾永夫 当初就说他是会执行的啊 那为什么还会累积这么多 难道是你总统府施压吗 所以我觉得总统 我认为现在面对国际 我们看国内 法务部让我们觉得不能信赖 因为觉得可能是有问题的 而面对国际 当然是总统表态 总统就必须要很清楚的 告诉国际人士 你们不必再跟我施压 除非我的民众接受 否则在台湾 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要依照民意 去执行我们的法律 所以这件事情 跟国际上面 是没有什么讨论的空间的 这是今天总统府 最新的这种新闻稿 下午发出来了 说目前在法律上 我国法律上维持死刑 对三审定验的死刑犯 除非穷尽一切救济程序 尚有可挽回的机会 否则法务部必须依法执行 总统府说 长期以来透过修法 跟其他措施 减少死刑的使用 这是马总统政府的一贯立场 并没有媒体所谓的 回避的这样的原则 我先说明一下 就是说 马总统为什么会被怀疑 他在回避 要不要废死的这个问题 因为马总统在记者会里面 把责任推给了法务部 当然如果依照总统的职权来说 他把责任推给法务部长 也是正确的 可是问题是 总统也可以以一个公民的立场 来提他对于整个废死的观念 他的废死到底赞成或不赞成 因为这两个国际人权协会的学者 是总统府人权委员会所邀请过来 所以当然大家会怀疑 总统上任 08年上任之后 用了第一任的法务部长 叫王清风 王清风是明着说 他就是赞成废死的 他就是不肯签署 执行死刑的 所以才换了曾永夫 曾永夫上来的时候 信誓旦旦说 他要执行死刑 当时大家也觉得曾永夫 应该真的是个永夫 结果几年拖下来 他只执行过两次 留下了61个 已经定验 但是没有执行的死刑犯 我们台湾是三审定验 不是四审 你法务部长 你只有一把执行就签署的 一个义务和责任 你没有所谓的 把这个十字因死刑 拖延的一个权利 可是到目前为止 那么多的死刑没有执行 你说乱事用重点 怪不得台湾现在治安这么糟糕 所以总统应该针对 费死的问题要明确表态吧 这国际人权委员 他如果来 他要求当然是他的这种权利 可是 指明 二月之前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内政上面的问题了 我觉得就是因为马英九总统他回应得很模糊 才会引起这些怀疑 其实坦白讲亚洲费死的国家有几个 非常少 欧洲怎么不去跟中国施压 怎么不去跟日本施压 马英九为什么要理会他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凤信刚刚讲的立场是好的 就是他要先说服老百姓 不过就是说因为曾永福曾经执行过 那因为现在他没有执行 所以人家才会开始怀疑说 可能有别的压力 因为那个时候他确实 那现在确实有了压力 这来自国际上 不是我是说曾永福为什么没有拒绝执行 因为他那时候取到王清风确实有执行过 那后来又停了 所以当然就让人家怀疑说 可能有另外一种力量 所以你不要再执行了 这个人家一定会这样怀疑 那我是觉得 这里面 我还是认为应该是总统府 对曾永福有讲过某些话 可是这牵扯到台湾内政 说国际压力 那么台湾马上就改变了 这个会形成轩然大波的这个状况 我跟那个郭委員 还有邱毅教授的讲法 有点不太同意 因为邱毅既然讲说 今天总统回应的方法也算正确 然后他说推给法务部 如果也算正确的话 这就不是推了 这就不是推了 他这个就是由法务部先表态 然后我作为总统 我concure 这英文叫concure 就是说跟他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那去说总统可以以公民的身份来表态 我觉得总统毕竟还是总统 你讲话yes or no 这个不是一个公民 不是一个公民的yes or no 那我觉得回到曾永福 他上任以后 他执行了两次 那后来就不执行了 就不执行就变成61个了 这我觉得他也有他的痛苦的地方 为什么呢 61个通通要执行吗 那我们就枪声不绝了 每一个礼拜都有了 那如果要通通执行的话 先后秩序是怎么样 是以定验的先后吗 当然不是 是吗 我觉得他们是有说过不是 那是不是要以情节的轻重 同样是死刑 何来情节的轻重 所以这个是有一点麻烦 但是你执行了两次 然后就完全不动了 那现在因为有压力来了 再来两个吧 那不是一个笑话吗 这么一个严重的事情 不是一个笑话吗 但是民调 刚刚荣介有讲过 民调超接近80% 反对费死 我觉得台湾是一个law and order的国家 东亚都是这样的 四小楼追求经济利益的 我们刚才讲过 追求大公司去大发财的 都是law and order 就是严刑救法的国家 所以你说凤信讲 要经过跟人民沟通 让大家同意说服 我觉得在我们可见 尽管你这么年轻 在你闭目之前 也看不到 也很难达成 因为整个的社会结构是不一样 也过不了的 也过不了的 所以我认为外国的 压力再大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我们的做法 我们有我们的主张 不需要随便低头 这是台湾的费死联盟说 马英九总统签订了 整个的两公月 是签假的 不敢明确表态支持费死 如果马总统 现在就是说 到底你是表态支持费死 还是表态执行 该有的依法执行 你真的要先回应 我先回应一下 郑永夫上台以后 执行过两次执行 现在留下了61个 已经定验 死刑定验 但是没有执行的死刑犯 有没有一个顺序 当然有啊 法国本来就有个名单啊 法国名单很简单 你已经申请非常上诉 大法官事件都被驳回了 救济程序都结束的 还有你的手法非常的残忍 那么造成很多人死亡的 或者手法让这个社会感觉到 心寒慈冷的 有没有 有啊 法国有个名单嘛 你有个先后失去的名单嘛 是存在的嘛 还有另外定验时间的长短 都有 综合这几个因素都有 法国部自己也明确说过 这个名单是存在的 所以是可以执行的 你郑永夫不执行 大家当然怀疑 你背后有压力 这个压力到底来自哪里 依照郑永夫的说法 这个压力极可能是来自废死联盟 以及国际的人权组织 好 那到底跟总统有没有关系 我刚才说过嘛 两个选者 确实是总统府人权委员会邀请来的啊 大家怀疑你总统 很可能是不要执行死刑 背后的主要的人 那总统当然要表态啊 总统府这样子表态 要有感要表态啊 总统府这样子表态不够嘛 总统府的表态里头 其实对我来讲 最重要的反而是下面这一句 范江泰基表示 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 并未禁止死刑 而国内各界对于废除死刑 也存有重大歧见 现行国内法律上维持死刑 而且政策上亦未主张废除 是 这也不清楚吗 这是范江泰基说的 如果总统再说一次 我觉得就没有疑虑了 我觉得今天那个社会 我们在转型当中进步的团体 他可以拿最高标准来谈 没有问题 我也学着 今天我其实在讲这一段话 我很谨慎在那里 我要怎么学习对生命的尊重 可是刚刚就像谢宜言讲了 现在去做民调 现在台南那十岁的孩子叫 这样没台没一共挂的 你现在做民调 民调也知道投票是怎么的 可是在这个 如果现在美国这个枪支 刚刚今天报纸又报 一个十几岁都要为了智慧又带枪 现在你去美国投票看看 也不见得马上就是枪支管制 因为他每一个州做法不一样 所以今天事情应该是 第一个 总统到底你的高度态度是什么 我就讲得明 马总统每次要两边讨好 什么都不是 所以你们刚刚在批评他 无非就是这样 你态度清楚一点 没有公民的角色 只有总统的角色 你看王清风都为了这个 我居然漂亮 人家求人得人 台湾你敢这样才对 你同学要来做这个 就是要做这个 这个不管你同不同意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各位江国庆名案不要忘了 女童奸杀案 那个时候 哪一个认为江国庆被开杀 杀了啊 现在陈兆敏的事情还没有完啊 不是吧 这个就是我觉得 当下的氛围里面 我们大概知道 我非常同意沈医师 我们的环境都希望 言行峻法到今天 尤其现在治安不好 我连刚好这两天 各地警局都在调动 陈警希望我们的治安被告 高雄治安好不好 大家心里有数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这个案子 真的牵涉到 不只是这个人权而已 不管是现在被害人的人权 我们怎么样在中间取得平衡点 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政策指导者 我认为这个议题 如果真的要做到 不管是真民主假民主 可以推一次找一个适当时机 做一次公投很好 我认为做公投 这个问题是不是要清楚 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 挪威上次那个人杀了77个人 结果人家去做民调 挪威还是反对恢复时期 这个就是要有民意的基础 那台湾民意现在很清楚 至少超过七成以上 是要维持死刑 我觉得马英九总统 你作为一个马博士 你可以内心相信废除死刑 那这个时候 你内心相信废除死刑 你掌握权力的时候 你要推动的是 在法律上面铺陈一些 对于减少死刑 判决的一些做法 比如说 我们现在都是无期徒刑 马上就跳到死刑 那无期徒刑 经过了假释之后 其实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无期徒刑 所以如果有一个忠贞监 让法官去做选择 你可以降低那个判决死刑的比例 这是 这是你在作为总统 可以逐步做到 但是 但是你作为总统 你要得到人民授权 你就必须遵从民意的基础 但今天这个马英九总统 或者是马主席 在你们贵党这个中常会里面 讲得清不清楚 他就是说 他的表他一贯他讲说 他对于废除死刑 是一向他没有动摇 然后就是说 什么都没有动摇 是什么意思 他的看法 他支持废死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这样 然后台湾就是一个 马英九是很相信法治的 一路走 他是最想法 法治现在目前 所以法治 台湾的法治就是有死刑 而且在新闻稿也写得很清楚 那我们讲 废死联盟 你来目的什么 他不是叫你废死 他说反死刑 反死刑就是说这些 看死刑的人 不执行 不要去接刑 这就是卡在台湾内情的问题 法务部长 今天这是你的事务 我在这里跟雍白也说 理会要来 你在理会以前 你要签出来 就是说 你如果受盼国際的压力 你救去 你法务部长要说我担当不去 国际要担当不去你的信用 你要封读死刑 如果 如果是你签了 是总统给你董 就是马英九出来上手 你还说 不然你整个 让一个死刑人犯的人来 他现在跟你说反死刑 台湾现在大家讨论下去 要再把这些事情 搞不好又叫一个 马英九总统出来 等会有公平 你就在看最后的行动 我觉得今天 因为马总统的性格 讲话都是模模糊糊的 他用的很多人 都会拿着鸡毛当令件 所以才会衍生出这么多的问题 正所说的问题 刘一如对立委说 那是总统的意思 总统叫他做的 王清风当时在讨论 废死的时候 他也是跟我们 司法委员会的委员暗示啊 明示暗示啊 总统看法跟他一样啊 所以今天为什么很多人 去怀疑总统 对于废死的看法是如何 是总统必须要 去回应社会的质疑 跟社会的名义 做明白的表态 而且我说过了 什么叫废死 废死我只能在刑法里面改变 尽量减少死刑 会判死刑的义 穷尖一切可能 但是已经穷尽一切可能 仍然被法官 还是判得死刑定验 那就要执行了 没有所谓的四审嘛 台湾只有三审定验 哪有什么叫四审的 台湾社会大众 在看未来的一段时间 是要照国际人权协会 成员要求 二月份之下暂缓 还是台湾依照自己 我们中华民国的法律来执行 这就非常关键的 我觉得事情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是很尴尬 而且是很为难的 为什么 你忽然之间 外国人士来说设一个二月 那一个二月 刚刚龙介讲的 如果二月 那你不执行 那就是你低头了 那要执行的话 就是 就是因为要跟他不一样 我非得执行不可 那当然此刑犯 大概无从知道外界的消息 那我认为 执行 判定验了以后 没有执行 也是一种焦虑 如果他小的时候永远不会 那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叫不晓得何年何月何日忽然会来 那他现在如果知道 因为外国的压力 二月以前会有人 你看那里面 你六十一的病得什么样 我觉得这那也是一种残忍 所以我刚刚演变到今天 其实我们国家政策 应该要有一个明确 比如说新加坡的边刑算不算残酷 那国际也有人反对 但是人家招动 这就是在未来的短短 其实不到六十天的这种时间 是我们国家的这种主权 还是必须要考虑到国际的这种现实 实质上 那么这是台湾社会 现在也在考验这个马英九政府 再回来这是今天另外一个状况 如果是属实的话 知识体大 就是这个一串门说 这个曾永复的法务部长 在11月20号 那么在整个南投县 这个整个的建设处的处长 说咬出来县长 也就是李朝青涉滩的当天 曾永复曾经密见了李朝青 南投县长 这如果属实的话 曾永复根本就应该立刻下台 问题这是 我们稍微让观众朋友来了解 这整个的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如果是属实 那么立刻下台 同时民进党党团也今天放话 这个见了李朝青的话 法务部长就下台 这个非常严重 很严重的会 阿仁卡末就有胖了 你是去参加你们社会的宴会 去看那个技术家 你参加 部长就已经把你正式公开 第一时间 曾永复只有一次的机会 第一时间你所说的就是真相 如果今天有一种相片 是你跟李朝青做会 你不用再说了 你就是下台一条路 甚至接政团队 接政党要再为了你的事件 拼得到很大的伤害 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是 選敌相信 法务部长 就是他正式这样说 你没政策你怎么可以把他拗 我们要用拗的 炭水扁当机是说 他贪来的那些钱 不要说拗的啦 那些钱有本来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是不对的啦 你就已经信用破散了 你就要接受所有的压力了 所以我真的认为 我这个时候是相信曾永复的所谓 但是我选得相信啦 你如果说要叫他下台 这拗不过 但是今天如果发生事情 变我选得相信 包括政政党 不是变去而已 还要为一户出台阶 这变成这样 所以这如果是属实的话 这非常非常严重 那么民进党党团今天要求这个下台 而且也有这个民进党立委认为 怀疑说是不是有高层指示 那么今天前面刚刚谈的 好像曾永复都在里头 是不是曾永复涉嫌被指示 当天要密见李朝青这个南投的县长 我们是希望曾永复部长 能够举出他当天的详细的行程 你知道人证 请你举出几个人证嘛 因为这个目前是传闻啦 可是如果真的 刚刚我们龙介兄讲的 如果有第二波的照片 那这个就非常严重啦 因为他本身就负责司法 那当然 那就司法完全没有公信力了 所以民进党也今天也指责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是这个只半绿不半蓝 原来是中间都串好的 所以完完全全 几乎你可以看得到的是 认为说他已经是曾永复是见到 问题是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证据 所以这个新闻非常的震撼 这个新闻如果说真的出现了 11月20号曾永复跟李朝青两个会面 不管是不是在这个姓白的艺术人士的天雕 博物馆里面见面 曾永复就完了嘛 执政党给跟着就完了嘛 所以今天曾永复是 这已经回不了头了 当然 我们稍微让观众看一下 曾永复部长今天说的话 如果再被有人 跟有什么事情就拼开的话 没有回头的余地了 我把话说完 但是今天曾永复做的说明 他交代11月20号的行程 我觉得中间是有疑问的啦 他说11月20号 沈主席林郑哲 也是政务委员林郑哲 邀请他到省府去演讲 这是过去办过的演讲 他说在那个演讲会里面 他见到了看到了 这一位白姓的艺术界人士 可是这位白姓的艺术界人士 如果一周刊的报道没有错的话 他说他好久好久以来 都没有看过曾永复了 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参加那个演讲会 所以到底今天的实情是如何 我觉得曾永复基本上 你是个法务部长喔 你做过检察官做过主任检察官 做过检察长的 你难道不知道 你的交代行程中出现的若干疑点 你是必须要做说明的 你把它说明得越清楚 你的嫌疑就越少 所造成的伤害 所造成的传闻就越少嘛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曾永复先生 这个部长是怎么说明的 如果他今天有所出入的话 那么就像民进党党团呢 那么不只是辞职下台而已 那整个的执政党如果在 我们先看一下曾永复部长 今天的说法 执政立立 周刊报导在南投县长 李朝青设谈的高度敏感时期 公务处长黄荣德被积压 抖出李朝青的11月20号当天 法务部长曾永夫见了李朝青 周刊引述南投县议员 林永红掌握的消息说 曾永夫在当天跟李朝青 到艺术家白昌仪的住所密会 也在黄荣德转污点证人攻出李朝青的当天 告诉李朝青这件事很严重 你要好好处理 还说当天在场的包括李朝青堂弟李朝华 还没有随护同行 以免暴露行踪 密会一个小时后结束 实际敏感 如果这件事情属实 这是司法的大丑闻 这是一个影响台湾司法公正 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 如果这件事情属实 我想曾永夫部长 应该要立即下台 被指控司法丑闻 曾永夫第一时间亲自出面说明 这个礼拜时间 我们就静候一周刊的处理 当然我们会思考 采取法律途径 原则上 我们民事刑事 我们都会提出 不可能也没有 到白昌仪的家 到他的博物馆 更不可能有跟你朝鑫见面的事 曾永夫说当天是 曾永夫说当天是 曾永夫部长今天亲口说得非常清楚 如果这跟事实有所出入 或者是完全不一样的话 这个曾永夫部长就不只是辞职的问题 我们稍后再继续 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来看证据在哪 再继续 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如果法务部长像周刊所提的是 见到了当初 11月20号如果有涉滩 还去见面 有各种的一些这种质疑 我们稍微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这是不但是在野党要求法务部长立刻辞职下台 这如果属实现连执政党都会被控制 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状况 不过稍后观众朋友其中一个会关键的 就是一位白先生那位艺术家 到底是怎么说法 因为他是一个见证者 今天所有的这个证据在他 他也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 说真的还是说假的 我先讲一下 我当然傾向你要相信这个曾永夫 理由很简单 这11月假设10月20号有见面 那11月29号他不但是搜索了这个 李朝青的住所办公室什么等等的 而且升压了 同时也收压成了 康高也失败了 我要提一点就是说 你要知道检调单位 如果要重放一个人 至少我可以办 可是办到不会让他升压 我只要把那个证据稍微 这边拉一块那边拉一块 就保证不会升压成功 所以我从结果论来看的话 如果今天法务部长要去涉入这件事情 那怎么最后的结果 李朝青还是收压到现在 那可是我们再回过头来讲 我认为今天法务部的新闻稿里头 这一段话很重要 我们讲人事实地 人就是讲说曾永夫李朝青 跟这个白昌仪艺艺术家白先生 那见面的地方是在白昌仪的这个住家 跟他的这个博物馆 好 那今天曾永夫他完全否认 他说当日绝无与李朝青见面 而且也没有前往白昌仪住所 或天雕博物馆 好 你讲得这么斩钉铁铁铁 如果这就 所以这个问题就不在于 你有没有施压咯 只要有出现的话 那就是说谎咯 所以我也同意就是说 其实我认为曾永夫 因为那天中午是去喝喜酒 下午去这个省政府演讲 接下来去南投地检署 然后去喂喂一下同仁 接下来呢 如果你把那天的行程 每一分钟都讲完了 我告诉你各位 其实连见缝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认为啦 这个是减少纷争最好的方法 反正你说你是休假嘛 因为他不是公务去的喔 他是休假去的喔 他自己说是休假没有用公务去的 我选择相信郑永夫了 因为这听一大地一大事情 如果是真的 你跟龙介一样 选择相信郑永夫 如果真的的话 那今天午夜之前 你就应该下台了 但是呢 我对郭政党看法 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 郭政党说 你部长 身为部长 当然部长跟一般公民不一样啦 但是我觉得即使说到部长 你也不必说举证来详细到证明我的无辜啦 我觉得你 你向我报告这些事情 我既然否认的 我觉得进一步举证我有的责任 是在你而不在我 要不然那还得了啊 一周刊如果报这个报那个 那我们不是累死了吗 第二点呢 我觉得那个一周刊的报导的最后 有当事人的回应嘛 那个回应也是断然否认 否认 我向一周刊建议啦 如果当事人否认的case 你就要进一步调查 如果当事人是电话不接啦 或者是曖昧啦 或者是知武其辞啦 这个你 我觉得这个继续就爆 我觉得这个我比较能够介绍 人家都完全断然否认了 你怎么还可以报呢 不是 这不只是这个法务部长是不是否认 他如果在这个 他今天表达声明之前 那么还有一些空间 表达声明之后他已经没有空间了 要不然他就要立刻下台 可是这中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 叫白昌仪 就是这位艺术家 是所有证据说 是他在这个 是凑合在他的这个住处 我们今天也找到这位白先生 白先生的说法是这样的 你可以打电话 要不然提相片啊 证据那么多 他有的话就拿出来 你自己想一想 今天你是部长的话 你会这么傻吗 一位检察官就不见当事人了 何况是一位部长 TVBS求证林永宏 他坦诚话确实是他说的 但他也说并没有亲眼看见 但地方上早有传言 没人敢说只有他敢说 但具体证据到目前还没提出 刚那个林永宏先生 是南投的地方一线议员 他说他也没有看到 他是地方的传闻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 一位当事人曾永夫 讲的这么样斩钉截铁 他负绝对责任了 另外一位白昌仪 也就是说是在他住家 两位都否认 可是这就是中间的一个 查证的这种状况 但是显然 现在所有的这个情形 那么都是假设 民主长也认为说 他这个涉滩的话就下台 而且认为还有高层指示 所以各种的是排山倒海的 这个说法都出现 我有一贯的立场 我对政治人物或是政务官 一概不相信 我都一概不相信 第二个 这个周刊还有林毅式的效应存在 现在已经爆出来了 已经效应已经发生了 第三个 如果今天我身为政务官 我要怎么样看 我一定找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 绝对没有 就是没有 那有 就马上采取我该有的法律 给他时间 马上就采取法律行动 不然像台湾 有人会讲说 张务官这么可怜 很抱歉 这就是台湾可爱的地方 也可怕的地方 那为什么说 我不相信台湾的政治人物 因为 林毅式的效应已经告诉我 没你拿出来 一刀斃命 真的斃命 但是这个不要小看 这个后遗症 已经存在大多数的印象里面 今天周刊用这么大的篇幅报道 对不对 在座各位选择相信他 这是一种选择 我认为今年已经当了政务官 这个不是执政党而已 台湾的整个司法中通破产 对 这很严重的事情 哪里是执政党而已 今天法务部长 都可以搞成这样子的话 对不对 我认为今天 他要采取断然的 讲法跟断然的措施 这样不止你维护个人的清白 你还是台湾的法务部长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我认为 他的态度 我要建议 台湾既然想当官的人 台湾人说 人家说行事还要做官 很多这种人 既然做的官 不要挽探辛苦 既然被人家盯上了 对不对 人家敢用这么大的篇幅 报道你对不对 敢用这么大的篇幅 报道你呢 而且我下回来看 媒体林议员 公然这样子 没有看你也敢说到这样 对不对 而且更重要 人家去连结什么 就是你见了他之后 才有所谓的彰化罐 顺便勘劳 人家现在是把他连成一纪 这个影响之大 所以我认为 当政府官不要抱怨 台湾想当官的人 一堆放心好了 但是 这个时候态度要明确 态度明确 而且一定要水落石出 否则的话 这整个的这个马政府 也就彻底的陷入 这样的一个 把司法毁坏 可是 如果不是的话呢 我们稍微回来 出了这样的一个角度 刚刚看到了 国际人权的这个委员要求 那么台湾暂缓执行死刑 同时也考虑要把陈水扁先生的整个的审判 甚至于目前被关在牢里面 是不是要释放的这个特色的状况 也纳入台湾人权的考量 这对吗 我们稍微回来 法务部长是不是有见到或者是密会 被涉嫌贪污的蓝头县长 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 如果是的话 这情况可能会有很快的一些的演变 但是证据在哪里 目前这个发话的这个议员 今天再度的在一个这个节目里面提出来 法务部再度发出声明说 近几个月来 这个部长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跟李朝鲜见面 或者交谈何来密会 请这个林永宏议员不要在吴中生有造谣生非 不然就不时举摘公开道歉 否则将依法提出告诉 这是这样的这个状况 而且要必须要快速 因为整个台湾的司法的这个公信力 也不管在过去这几年来做了什么事情 可是人民不相信还是存在非常高的比率 非常短定截铁的事 我还是说要侦办一个县市长不是那么容易 这个案子十一月二十 那时候已经处长已经收下了 处长收下 县长是已经在侦办对象里面 还是还没发动搜索 还没发动而已 所以呢 检察长一定知道 检察长知道他要補你 而且那天的行程 部长是有要仿视地检署 所以你是首先这个行程是摆好的 所以不管你这个案子你有知道不知道 去近日朝鲜就不用再说了 只要有近日面就不用再说 所以我还是同样这个台队 因为那个案子的董事长已经收在里面了 那时候案子在进办中 准备在启动对管长的侦察 所以你法部部长一定知道 我合理的推动就说 你一定知道这个案子在进办中 所以那天十一月二十 如果你有跟李朝鲜见面 没有第二句话我跟你说 曾永福你就是落台下座 所以我选得他的发表的声明 相信他就是说 这个行程你第一时间 你没有第二次再生命的机会了 有一点不同的 你不能不能再说 我那一句话没错 我有想法再记住 你也同样 这样也好说了 不用再说了 是 曾永福先态度非常清楚 我这样说好了 我相信了 我相信了 我相信曾永福没有介入这个个案 我相信曾永福没有跟李朝鲜见面 但是台湾的社会有一个非常怪异的一个观念 认为说司法是可以关收的 所以呢 当天在省府办的那一场演讲会 我觉得曾永福很多事情要先查得更清楚 你说谁要查得更清楚 曾永福自己要讲得更清楚一点 因为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天建筑处建设处的处长被收押 改成污点证 污点证 好 那么县长的秘书室的主任也被收押了 在当天的情况之下 那一场省府的演讲会 有没有不该来的人来了 跑过来要跟曾永福握手 什么叫不该来的人 例如说 我要问一下李朝鲜的弟弟 当天有没有去演讲会 例如说 白昌仪 白昌仪 白昌仪有没有去演讲会 曾永福说有 跑步的新闻稿说有 到底有没有 好 那么 今天如果说曾永福 他自己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检察官 今天这个事情知识体大 你要不要说清楚 当天这些人跑来了 但是只是大家礼貌的公开场合的握手 把他讲清楚 讲清楚就演讲 没有正合一点一点 很多的后遗症 这个我补充一下 这个地方政治 事实上很多会生会 那个时间人都会渲染开 他有没有见到重要幕僚 李朝鲜的重要幕僚 有没有见到李朝鲜的亲友 家人 也许他有 我们不知道 可是可能你见到这些人 人家就说 你跟李朝鲜已经见过面了 地方上有可能这样 你有可能不是在博物馆见面的 可是你在别的地方碰到了 人家把你倒在那里去 卫生会员 这个都有可能 我觉得他要把话讲绝 就说我如果有跟他的重要幕僚 亲友见面 我立刻下台 他要把话讲绝 在台湾因为特殊的环境 因为整个的 对司法的这种信任度 同时观众朋友也可以看到 另外一点也就是 今天国际的人权协会 除了对我们费死 有意见认为说 2月份之前枪下留人 另外根据高志鹏先生的引述 孔杰荣主动也提到 将筹组一个委员会 并且在明年2月再度来台 就陈水扁在监狱所受的待遇 有没有违背国际人权标准 做出评断跟建议 我们这稍后回来 那么陈水扁在监狱 有没有违背国际人权 立刻回来 国际人权协会的这种成员 先前我们刚才谈论过 针对台湾的死刑犯的执行 那么认为说在2月份之前 暂缓执行 这是不是侵犯到我们国家的这个主权 我们的内政 那么另外陈水扁先生 如果他在狱中的一些这种状况 甚至于包括审判公平性 也会变成要针对台湾人权的一些 评估的话 纳入这个问题能不能够接受 陈水扁先生变成台湾人权的一个环节 台湾变成违背人权了吗 这是经过上属三星了 判定的一个案件 丹水扁政总统这个案件 可以出现台湾是一个法治国家的电缆 但是他在感觉里面 我知道有十几个电台 都联署说要把他抵折 要救阿兵的 这电台看到阿兵的 他在那里头痛 平康痛 腿痛 腿痛 腰痛 每一个电台 像这都有买两种腰 不是 你要叫他去便宜看以前 你敢有把你的鱼子先夾一组 去阿兵去吃看看 如果吃吃就有好 就不用出来便宜了 如果真的吃不好 那你不敢让他出来便宜 这就是你的款 你卵师说的鱼子 可以给他带你了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 经过的心盘 是经过三星的上属 年后在感觉里面一屏 再让酒衣 这次出来要两个月 所有他只要有便宜 便宜 医生照顾得到 这就是突然台湾是真真正正 是一个 已经驚向民主委款 驚向民主法庭 是 但是陈水平先生 目前在牢里面 有违反任何人权吗 说他如果再生病 不能够这个就医 如果这个生病 不能够 这个让他很快速的到 这个整个教学医院 做更完整的检验 或者是有违背 他任何就把他强迫 这是牵涉到 台湾人权如果一旦被评级 你说降等的话 这对台湾是个非常重大的打击 我觉得即使要探监 去做各种标准的计分 也要由台湾的人权团体出面 为什么要由国际的人权团体 我们台湾也有这种团体 对不对 我是觉得马英九就公开面对这个问题 说你希望有哪些标准 我愿意让大家公开来打分数 但是如果说针对一个国际团体说 你陈水扁我都把你拉入 我的人 对台湾人权 这个能接受吗 超哥现在绿营里头 挺扁的 或者是在国际关系上面 有通路的人士 我不排除他们在国际人权协会的 这些相关学者方面用力颇深 所以那些人恐怕对阿扁的立场 表示关心 表示要介入的可能性是非常高 但是今天总统府又发表了一个声明 说孔杰龙说明年要又回来 就是为了这个要设立国际 他说没有这回事 因为孔杰龙回来 不是为了这个 我觉得马英九总统府 倒是可不必为了这些声明 发这样的声明 有没有到时就清楚了 因为孔杰龙的行为救他 贺老师 对 但是他不需要替他说明 他不需要替他 所以现在我觉得阿扁 最近是进行了一个比中国的开刀 比中国开刀是简单的开刀 老早也应该痊愈了 现在怎么不回老 我觉得现在回去监牢 还是不回去 恐怕也陷入一个两难的一个尴尬的局面 这最新的这个状况就是 如果回去的话 扁办说回去的话 立刻就发作了 整个的优役站就发作了 我觉得孔杰龙等人 这个管的是太管太多了 而且他里面管的这个东西 真的是很离谱的 他说陈吹炳在监狱中的待遇 有没有违反国际人权标准 陈吹炳在监狱中的待遇 远超过国际人权标准 所规定的界限 成为监狱中是想尽特权 至少超过台湾其他六万多的数捷 超过我啊 超过我太多了 你当初在这个监狱里面附近 我是一般的受刑人的待遇 陈吹炳比我们待遇好太多了 他怎么会 他怎么会 没有办法符合国际人权的标准呢 但是刚才龙介说的 这个药是要进到监狱 结果介護科衛生科 是进不去的 他在开这些电台的玩笑 不过我觉得 台灣要进步 民进党也要进步 部分的民进党委员尤其要进步 我们的司法人权 早就应该是一个 我们公民自己该关心的议题 哪里需要去援引什么 卡特时代的司法部长柯拉克 或者是不管他是马英九 或者是李秀莲的老是孔杰荣 他们有比我们更了解吗 台湾民众对我们自己的司法人权 有我们自己的看法 不容许你们这些外人来这边指指点点 尤其是对个案的指指点点 我觉得够了 邀请他们来的这一些立法委员 你们更是糟透了 可是这点总统委员应该 总统府应该明确的非常清楚 就不关你们外面任何人事 我最近跟一位比较独派的长辈跟我谈话 在看今天 韩国已经出现第一位女总统了 他跟我讲一句话 他如果细细也不要对台湾国更好 我不是说他 这是一位独派大佬在我面前 直接跟我这样讲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最起码还有一个品 今天是不是冤枉不冤枉 反正大家各有立场 就没有什么是非了 你有立场就没有什么是非 我觉得我以前在抗议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民党执政的时候 我请外国人来给我站台 韩国 日本 西班牙 他们说我夹阳自重 不是全球化吗 所以各位看 美国到今天不只影响 刚刚我们在谈韩国的时候 对台湾有没有影响 还是有影响的 所以我觉得 今天台湾有没有独立的国格 有没有独立的人格 在看我们的政府 自己拿出什么腰杆出来 以后就公开跟大家讲得清楚 你们 如果台湾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有尊敬的国家 反正你该怎么做 就应该怎么做 不管是费死也好 或者是试扁 或者是陈水扁先生 在狱中的这个状况 台湾应该很清楚地表明 他的这个态度 台湾民众也应该非常清楚面对 同时我们今天一开始 在9点钟 就跟所有观众朋友来报告 普景惠当选了韩国总统 而且首位女性的总统 但是面对的问题 我们远比台湾还更复杂 怎么样台湾 就是大韩民国要求是 财产从分配要求的公益 大家很熟悉这个字眼吧 是在台湾已经在进行中 再回来新闻业总会 晚安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年轻人见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 新闻业总会